喝了一瓶,我又囤了三瓶 哇,真的太需要了 哇,好可爱啊 一个蛆蚊香 把这个蚊香这样擦在上面 好的,我们来开箱 这个应该是我买的,根本是什么包办 在新东方的直播间买的一个吐司面包 哇,它这个好厚啊,它是这种厚切的 早上起来可以当早餐 上面写软到没朋友 我要试试它是不是真的很软 因为我真的超级挑吐司面包 这么多的纸 你们绝对想象不到这是什么 这个蚊香很特别 我一个照料完之后的灰就会掉落在这个小石台上 寺庙里的焚香的感觉 就晚上睡觉里点这个就很安心 几十块钱 怎么这么会买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带购的东西 是一个皮油带 哦,这好像是一个隔离还是一个庄前 这又是什么 我等了很久的气垫 新出的气垫好像说是什么 很适合口罩脸 固着的那种很敏感的皮肤出了一个气垫 简约的蓝色的 里面打开这种白白的气垫 啊,这个 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一直没有造的一个私处经理 也名字还挺高的 这个是最近很火的一个泡沫洗头的 是挤出来直接就是泡沫 看评价好多人说 它洗出来的头发会特别的不色 然后很清爽 然后去油效果又特别好 这应该是买一个衣服 辣妹小衣服 它是基础款 非常的基础款 还不错还不错 颜色也蛮好看 香薰蜡烛 你看这个包装好适合做礼物哦 它是一个这种涂鸦的 看到没有 嗯,味道还很好闻 像那种草地的味道 是果香掉的一个焚香 它全部都是这种涂鸦的 像一个小蝴蝶的形状 它这个盖子是可以这样盖上来的 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底座 是这种线香 你可以把它插在上 它就会又变成一个线香座 这种不错 这个很推荐你们去买 棒球帽的那种防汗袋 就是我们化妆的话 这里的妆不是很容易蹭到帽子上吗 你就可以把这个防汗条 贴在这个棒球帽的里面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把帽子蹭脏 这是我买的手机壳 这个还挺可爱的 我觉得做工好精细哦 这个好可爱 你看,可以把它做一个手指扣 然后自拍啊什么 然后也可以把它做一个靠着的 可以盖住我们的镜头的这个东西 这个也很好看 9块9很精彩哦 我们家消耗最多的东西 麻糕和街奶 这两个东西是我每隔一个月 就一定要就去捅的 因为用的太快了 之前我是只买的这个椰子的 我觉得很好 感觉没有味道 但是呢,刷完了之后 嘴巴里会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而且那种会越刷越白的 然后我这次又买他们家 就黑色的 好像就据说会刷得更给力 但我之前不是买那个塑料的制冰机 冰块很难取下来 你每次取的时候 你必须要很用力把它摔出来 刷到这种一颗一颗球的 这样的,然后你看它有个盖子 你把水倒进去之后 它冻完了之后 你可以把它脱模出来 然后冰块就很好取 还挺贵的呢 我资格买了30多块钱 显示屏的时候用了 拔炒了 我又行买了一个熔竹灯 客厅很大 我客厅原来放的是精油的那种 它现在好像它 散香比较大 喜欢这种自己脸风的 它是月亮熔竹灯 黑色的 还挺好 用上来再拍给你们看 我跟你们说我最近超级喜欢喝 西梅汁 我有便秘的女孩子 一定要家里常备 我以前是会吃那种排便的活动 就是那种很适合便秘吃的嘛 都会让你的肚子有一点点的痛 喝了这个西梅汁之后 我发现太好了 一瓶是500毫升 然后你每次倒个100毫升左右 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 快的话就是晚上就自然而然的 你就上厕所了 今天的开箱分享就到这里了 拜拜